中文字幕 李宗盛 《文字幕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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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不多十一年前到十年前到七八年前 那時候台灣的生意可以 如果說做玉的或是古董的 大家都非常好 台灣的景氣就很差很差 幾乎通行都用四個字在形容 現在你要買東西難買 要賣東西難賣 所以只有難買難賣四個字 中華文明一直以來就是跟玉脫不了關係 玉它又是有各方面的美好的玉意 又是大家身上有一個辟邪 有這樣子的財富 有地位的象徵 大陸文革前後那些很好的一些古董 他們流失出來的時候 就流到香港和台灣 那個時候台灣的一些收藏家 非常意識到這個是國之重器 大家就紛紛地投入收藏的行列 大家就紛紛地投入收藏的行列 我們下一個字幕